欢迎收看11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3号上午来到了花莲 进行拜访的行程 并且他也回应了 关于蓝白河谈判进度 证实有收到国民党提出的新对案 柯文哲表示 他感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费心提出的新方案 昨天也与朱立伦通电话 朱立伦提出日本和德国的模式 不用投票就已经预知结果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3号上午是来到了花莲 进行相关的拜访行程 并且召开了记者会回应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所提出的新方案 日本和德国的模式柯文哲说 不用投票他就已经预知结果了 他后来提出了有日本模式跟美国模式 所谓日本模式就是请所有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参选人 由他们来投票选出 他们认为可以代表在野参选总统的候选人 然后输了就当副手 其实这个更像缩小版的开放式初选 因为我们统计过 国民党提名的有69位立委 那民众党是11位 所以单单看数就都可以预知结果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就是比 那个政党的支持度 那这个就等于在比赛 在现阶段等于在比赛政党的大小 来决定这个 来决定这个结果 事实上他也排除了中间选民的选择 我还是相信科学 只有全民调才能够真正反应民意 达到选出在野最强的组合 那还是由赢的参选总统 输得来当副手 不过我也愿意退让 就算是全民调 如果在统计无差范围内 我们还是愿意当副手 来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 柯文哲也表示 仍然主张用全民调的方式来呈现真实的民意 达到在野党的最高胜率 那我的参选 不只希望说可以达成政党轮替 更重要是要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 我们希望政治 可以让人民 重新相信 他们本来就应该相信的东西 也要让政治 可以是清廉勤政 来达成一个改变的目标 那更希望说 理性务实科学的政治文化 可以给台湾带来一个新的方向 那也希望借此 来摆脱过去我们旧政治的一些漏袭 那如果 没有办法达到政党轮替 还丧失了整个价值 那我们的参选 只会让台湾继续留在原地 你知道 会让那些期望改变的选民 彻底的失望 他也说在民意之前保持谦卑 这是做政治的底线 今天的答复 不管结果如何 都会继续前进 达成联合政府 政党轮替的目标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道 官方